这树上是什么 花啊 它是什么颜色 白色 不错 再请问 这树下站着的是谁 八爷 对 八爷是什么人呢 这谁不知道呢 八爷是亲王呢 对了 我再问一句 这白花的白字 下面再加一个亲王的王字 这是什么字呢 黄 皇上的黄字 对 这 来人呐 是 把这个妖道给我拿下 是 慢 八哥 这可是我请来的客人 你要抓他 不是扫我师爷的脸吗 老实啊老实 你什么时候才能清醒一点 此人口出狂言 寂静反逆 你教什么人不好 非要教这样的人 不用说了 给我拿下 不行 你要拿他 你得他从我那离开以后 要不然 谁敢再和我师爷交往 师爷的保全只得 张某心领了 张某话已说完 任杀任寡 请便 拿下 诺 送进宫去 将皇室发落 江湖 在发生天灾 或者是 政局动荡的时候 往往危言耸听 这种事 历朝历代 吕剑不鲜 你越是看得重 他越是上劲 你不理他 剑怪不怪 奇怪自败 这个叫什么 张德明的人 就这种人 朕的意思是 把他训斥一顿 赶出京去 也就是了 皇阿玛的堂堂正气 荡荡胸怀 的确能镇压百邪 但是 在百官一举储君的时候 此人如此妖言惑众 必定是人心混乱 也必定是一举不公 因此 儿臣恳请皇阿玛 向张德明发负 有私衙门 以治罪 以度谣言 以证人心 八哥 能有这个态度 很好 精怀磊落 其实 正还有一层意思 没有说 那就是 江湖素氏的话 也不能一概 视为妖言 因为他多少 也能代表一些 明义吗 局势越来越明晰了 皇上心里墨定的太子 八成是八爷 你们赶紧联系手下的人 联名上个公辙 保举八爷 好 我们这就去办 四爷 四爷 是不是为了 推举新太子的事 反难哪 按理说 也没有什么可反难的 反正总得推荐一位新太子 四爷这话 吴某不能搞同 今天的太子 就是明天的皇上 就是管着大清江山 亿万照明的 异国之君 怎么能随便推举呢 这个理儿我还不懂 可这由得了我吗 四爷说得不错 最终谁是太子 当然由不得你 可是你想推举谁 也不能由着别人 吴某虽然足不出户 可也听到了一些风声 好像 满朝文武多数都看好 八爷 四爷是不是也受 这个事的影响啊 行 也许我说错了 像四爷这般有主见的人 是不会受别人左右的 本来嘛 几个人弄来个江湖术室 一边装鬼一边捉鬼 这出双簧 实在是不见得高明啊 四爷 你相信那个术室的鬼话吗 给吴先生倒杯茶 撤 可鬼话说多了 心的人也就多了 心的人一多 这鬼话也就变成神话了 连皇上也说 多少代表点民意 我真怀疑啊 皇阿玛是不是真的老了 四爷这话 可就大错特错了 吴某自从来到府上 别的事没有做多少 可是对皇上写的书作的诗 却认真地摆读了几遍啊 阅读就越觉得当今的皇上 真是古往今来少有的圣主啊 贪老人家上通天文下之地理 对儒学的各门各派 真是深究其理 入目三分啊 而对左道旁门历来就深无痛绝 可是这一次 为何对那个姓张的术室如此宽容呢 四爷真的是觉得他的话代表民意吗 八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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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那么多皇子中间 你认为谁最好 可实在也最好 因为他救过你的命 是 也不是 怎么说 奴才绝不只是因为十三爷救了奴才的命 奴才才会说十三爷对我好的 因为十三爷为人心怀坦荡 行侠仗义 从来不暗中算计人 所以奴才才说十三爷最好的 你认为他最好 那么也就是说 你认为他最应该当太子了 人最好并不一定最应该做太子的 这又是什么道理 就拿十三爷来说吧 他人太直 不会转弯 又容易轻信别人 所以 他人虽好 却当不好太子 你这个张武哥 小小一个侍卫 你怎么敢 咱们这么跟志说话 回皇上话 奴才不知道哪些话当讲 哪些话不当讲 奴才只知道应该对皇上讲真话 不讲假话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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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要的就是真话 比如说王善 当着满朝文武说朕的不是 但他说的是真话 朕就不难为他 你今天敢对朕说真话 朕要赏你 皇上要赏 就赏奴才一个天大的心愿 除此以外 奴才不敢受刺 你说说 说 朕答应你 奴才恳求皇上 放了十三爷 好个张武哥 你小小一个侍卫 保险皇子来了 你面子不小啊你 皇上 朕答应你 真的 朕为什么要骗你啊 朕是天子 敢随赏给你一个天大的面子 谢皇上 你到李凡院去 把十三阿哥 接出来 然后把这个交给他 这 你哭什么 快去办差啊 办差一句啊 谢皇上 谢皇上 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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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 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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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阿哥 三阿哥 八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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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阿哥 四阿哥 八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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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阿哥 四阿哥 八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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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尘啊 八阿哥 谢谢 喝杯奶子 我呀 喝不关这个味儿 我还是喝茶吧 马大人 今儿茶房奶子吸得不错 赶快趁热喝了吧 一会儿凉了 再喝 那味儿可就两样了 怎么样 味得不错吧 好 好 谢谢 谢谢 皇上驾到 臣叩见皇上 大规矩都免了吧 谢皇上 什么事儿啊 这么热闹 启禀皇上 臣等正在统计官员们 推举新太子的建章 都推举了哪些阿哥 有三阿哥 有三阿哥的 四阿哥的 十四阿哥的 八阿哥的最多 你们弄吧 这河南 四川 江苏 这咒哲上都说了些什么 回皇上 河南的咒哲上说 往年经常冲缺的那几段黄河堤坝 去年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建修以后 已经十分牢固了 今年 再也没有决堤 好 去年逃亡出去的灾民 都已经陆续返回家园 河南巡抚请示朝廷 能否免去 这几处周县百姓一年的赋税 批转河南巡抚 免去这几处周县百姓三年的赋税 这 这是四川暴劫的奏折 年耕瑶出任四川提督 只有一年 就率领官兵 肃清了四川境内全部的土匪 现在四川是前所未有的安宁 这年耕瑶是个人才啊 他是八哥举荐的 也是四哥一手调教的 给他寄功一次 加三级记录在案 这 皇上 您看过这份 是江苏送来的奏折 请求朝廷经讲一个孝子的 朕知道这个事 大大经讲 以后啊 从朝廷 到省 州 府 县 都要经常下去查访 凡是这样的好人呢 要及时的褒奖 不要到人死了之后 再放马后炮 这 臣等 一定将皇上这段旨意 也写进去 其实啊 在我们身边 就有这样的忠孝之人 只不过我们不留心 注意 那比如说 朕那么多儿子吧 十三阿哥 就很讲笑意 他虽然脾气不好 但是对朕 对废太子 就是一片忠孝之心 做事 但凭良心 从不计较厉害得势 如果朕 真的遇到什么危难 十三阿哥 肯定也会像那个 孝子那样的 舍身相替 朕的意思是 立刻把 十三阿哥 放出来 你们以为怎么样 请问皇上 是否要说个理由 朕疼自己的儿子 这个理由行吗 是 皇上 皇上 金门画立 冷击沉 寻着皇上的旨意 刚刚完成了一幅 描绘 承德离宫的 避暑山庄图 三阿哥的门人 礼服为之作序 行家们看了 都赞不绝口 已经进到慈宁宫了 皇上几时得空 前去一览 前去一览 现在就去 十三爷 您请 四爷 奴才龙克多叩见四爷 起来吧 四哥 十三弟 你可想死我了 你这个牢房住的可真够潇洒的 好 八爷 九爷 皇上 十三爷放出来了 皇上真的把十三爷放出来了 怎么个说法 说的事呢 没任何说法 皇上老子到底安的什么心呢 不要胡说 请九爷珍重 药我留在桌上了 有什么不妥随时叫家人 找我来就是了 告辞 慢 谢谢九爷 谢谢八爷 谢谢 放出来就放出来嘛 慌得什么张呢 人心搞乱了 许多原来都答应推荐八爷的官员 如今都在观望啊 九爷 推举新太子是上书房的事吗 奴才明白 四哥 四哥 我有一句话 四哥 你为什么就不能争作太子呢 不得乱说 我没乱说 我从小就没了娘 我从小就没了娘 在几个阿哥里面 就是你和太子对我好 可是 可是我今天说的并不是为了这个事 我为的是大清的江山 为的是咱大清的百姓 其实 我早就琢磨过这个事 四哥 你还记得咱们一起去办差吗 那时候我就发现 你是一门心思的为朝廷办事 为百姓办事 哪一次人家不愿意干的差事 不是你抢着去干 现在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了 我安抵地琢磨 黄阿玛 为什么不能把大魏传给你呢 我原来也想不明白 这中间爱着太子 因为他的名分早已经定了 我怎么能够背叛他呢 就在这次他被废之前 我还是抱着这种心思 我会拼了死命去抱他 权了君臣和兄弟之间这份情谊 所以我也就这么一下子豁出去了 我的心里也就一下子放松了 我该做的全做了 我不再欠太子什么了 可是这几个月 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 像这样的太子 他值得我保吗 作为将来咱大清的皇上 像他这样的皇上能治理好这个国家吗 四哥 你有才 有哥 你为什么不能站出来 和八哥去争一争呢 十三弟啊 你对我期望过深了 要知道 人家管老八叫八贤王 而管我呢 都叫冷面王啊 我只不过是 定理替朝廷办差就是了 什么八贤王 我就是瞧不过他那假仁假义的样 他要是嫌 他为什么苦活难活他都不去做 一本心思用在收买人心上了 四爷听见了吗 十三爷真乃无双国事啊 热血中肠 响蒸蒸的一个汉子 四爷成大事得此地一咒 真乃天意 天意如此 天意如此啊 推举新太子 既是皇上的家事 也是我大清的国事 皇上在十一月一日的上语中 已经说了 亦为公义 绝无偏思 诸位只要以我大清的江山设计为重 为国举贤旧事 不必有更多的疑虑 中堂的话是智力之言啊 我们一定要将中堂说的这个意思 转告那些上述推举八爷的人 让他们好放心 还有一些人 原来也主张推举八爷 建章都一写好了 却顾虑着没有呈上来 请问中堂 对这些人应该怎么说呀 不能勉强 倘若这些人 是真心举荐谁 又不愿意单独上折子 联名上个公折也是可以的 中堂到底是老成谋国呀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想起了一件事 有个老爷子生了一大群的儿子 慢慢的老爷子老了 这么大的一个家当 总得交给一个儿子来管吧 可钥匙只有一把 儿子却有一大群 儿子们争的你死我活 不可开交 这时只有一个儿子 他很精明啊 从不去争这把钥匙 只是默默地帮着老爷子干事 有一天 老爷子终于想明白了 就把那把钥匙 交给了那个不争的儿子 这就叫 争是不争 不争是争 夫为不争 天下莫能与之争啊 这就不认识 这是兵部的 您干出的李三公子 乖乖 万众一心哪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无法可治 李德权 弄三材 你去上书房 告诉佟国伟 叫他今儿晚上 和朕一块儿用晚膳 这 收了吧 招魂似的 收着收了 这 吴某冒昧 私底下 替四爷和十三爷 写了一份奏折 你们看看 如果能用 就行马上各腾写一份 单独呈给皇上 你们去上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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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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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也能歇歇 放手让他们去干 前人填地后人收 是不是 皇上龙金虎骨 圣体望强 怎么能说一个老字呢 奴才还想沾着皇上的渔服 伺候皇上一万年呢 这就连饶顺到现在也不过几千年 人哪有活一万年的 真活那么长啊 挡住了后人的上进之路 人家也不答应 俗话说得好 这个 这个 得撒手时要撒手 该饶人畜且饶人 你和朕都得为后人多想想了 你说 你们佟家那些后生里面 有谁可以出来当差啊 皇上如此惦记我们同家 我同事的孝康璋皇后 孝仪仁皇后 在天之灵 也会质感欣慰 你同事一门 自龙兴关外 就与我爱心觉罗家 联姻 联亲 修气相供 不容易 你说吧 你的后辈当中 有谁是能看大用的 龙可舵 龙可舵金刃敏达 才看重用 是啊 这么多年 小多子 历练得差不多了 那就让他出来当差吧 让他出任 布京统领衙门都统 怎么样 奴才 带死去的兄长 佟国刚 靠帝 叩离皇上盛对 起来 起来 快 快 快 喜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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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看你也老眼昏花了 把心浸上了老花镜拿去试试 兴趣中用呢 臣谢皇上好爱 万岁爷老臣虽是老眼 却不昏花呀 无庄交 绕交 莫生 老爷 老爷 奴才费了好大的劲 终于把龙二爷给请来了 那就请他进来吧 喳 六叔 这儿给您请安来了 来来来 坐下说 是皇上赏给你六叔的 宝贝呀 造办处专门给皇上打制的 你带着看看 看看 别别别 这东西金贵呀 六叔 这儿怕给您弄坏了 好 给小多子上茶 喳 喝 喝吧 喝吧 怎么样 六叔给你的差事还合适吧 多谢六叔 多谢六叔 灾呗 终于让侄儿有了这么一个给人家赔笑脸 给人家赔小心的机会 有人辞光归故里 有人兴夜赶磕场 少年不知愁滋味 老来方知行路难哪 小多子 今儿当六叔的面儿 你说句实话 这么多年来 六叔一直冷落着你 你恨六叔吗 哪能呢 我本来还想冷落你一阵子 可是 很多不想同你说的话 和不想让你做的事 今天六叔都要向你交代 六叔 您 同事家族始终长盛不衰 你知道靠的是什么吗 靠的就是一条祖训 那就是不要一条道走到黑 现在可以挑起整个家族大梁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你 我 我为什么要派你到关外带兵 一是想让你多历练历练 更重要的是让你远离朝廷这个是非之地 当今这些阿哥们哪一个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夺敌之争早就在暗中进行了 万一六叔踩虚了脚跌了下去 你还可以东山再起 你吃不了那个苦从关外跑回来了 我只有先把你晾在一边 免得我倒了 你也跟着倒 那样一来 我们同家就连个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 慢着慢着 六叔 您的意思 我怎么听着有点含糊 六叔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 您老烧着八爷的热灶 让我去烧四爷和十三爷的冷灶 这个 你也许会认为 我为什么不去烧四爷的冷灶 其实热灶烧不好 更容易引火烧身 小朵子 事情已经到了不容迟疑的关口 你得挺身而出 和六叔一起顶住这一局面 就凭侄儿现在这个身份 一个李帆燕的老头 连单独上侄子的资格都没有 那您让我怎么去顶这个局面 那好吧 你明天就到部军统领衙门任职吧 部军统领衙门 您是让我去那儿当个副都统 嗯 不 嗯 九门提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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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六叔 这不大可能吧 这可是要皇上亲自委任的差事啊 皇上哪儿我早替你说好了 明天早朝你可以先到皇上那儿谢恩去了 我就回来了 恩 我是你 你 我 他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哎呀 做人难 难哪 这个官奴才实在不敢做 请皇上收回承命 皇上 奴才有难言之隐 奴才情愿一辈子在家赴贤 也不敢做这个官 龙可多 你在跟朕耍什么把戏 如果奴才做这个官 那就是不忠 奴才说出原因 那 那就是不孝 你们都出去 驾 那就是不孝 还请皇上千万不要追究奴才的六叔 更不要追究八爷 这个事与八哥有关 奴才不知道 只不过是昨天晚上 奴才的六叔把奴才叫了去 说是推荐奴才 而且告诉奴才 说以后要忠心耿耿地辅佐八爷 而且一定要把八爷推上去 说现实局八哥 势力大什么的 奴才当时听了 既不敢应称 也不敢推辞 但是奴才回家以后 左思右想 觉得这是欺君之罪 所以只好拿定主意 无论如何也不做这个官的 皇上 奴才刚才所言之事 都是奴才的心里话 请皇上鸣鉴 请皇上鸣鉴 你的拳 奴才在 传旨 明天在尚书房 一举新太子 正儿 请皇上鸣鉴 请皇上鸣子 请联系 同龙堂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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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尚书房的折子也签了名吧 明告诸位 我们尚书房的几位大臣 也联名上了一个折子 宝举的也是黄八子廉亲王 张忠堂 你也来签个名吧 航天 航天 你好静心啊 这个时候坐起书床来了 快快快 在尚书房的公折上签个名吧 公折 什么公折 推举八业为新太子的建章 那你们二位联名吧 我呢单独上一个秘者 什么 你单独有一个秘者 我怎么不知道 既然是秘者嘛 别人当然是不知道啊 你 算了算了 人可有志嘛 既然张忠堂不愿意让我们知道 自有他的道理 我们何必相强呢 皇上驾到 这些都没办法 我做个话 还是不愿意的 你是5米所 是 是 你 是 你 你是 是 你 你 我 是 是 有 传众皇子 皇上有旨 传众皇子觐见 传众皇子觐见 起来吧 谢皇上 朕今天和你们一道一举新太子 记得是在十一月一号 朕在上语中说过 在京四平以上 外省二平以上的官员 都可以推举一位皇子 作为新太子的人选 朕以为公义侍从 学五篇四 现在 这建章都上来了 从这些建章的情况来看 新太子的人选 似乎已经出来了 可是这些建章 就能说明什么呢 这些建章的官员 是 这些建章的官员 推举的人 都是你们自己看准的吗 我看 未必见得吧 同国为马齐 奴才在 为什么没有二阿哥应仁的建章 皇上这话奴才不明白 因为废二阿哥 所以才推荐新太子 怎么还会有 推举二阿哥的建章 朕现在不是问你 应不应该推举二阿哥 而是问你 有没有人推举二阿哥 有倒是有 不过多数是废太子一党的人 像托和齐 崗索图 林璞等 都已经抓起来了 他们写的建章 当然不能做数 那么王善呢 王善的建章也不能做数 王善十一月一日在乾清宫 狂被犯上 当时就被皇上驳斥了 所以他写的建章 也不能做数 你们你们 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推举二阿哥的 有 臣推举的就是二阿哥印人 你们有些事儿啊 可弄不得了 他们会觉得很奇怪 甚至有人会认为 朕是出而反而 这里 朕要说明一下 废出太子 是朕一人独断专情 事先没有和你们商量 这有几个原因 一是朕 一是朕 当时铸臂热和 是其走夜之间 许多情形毁暗不明 为天下想 为列祖列宗想 也不得不 千刚独断 二是 当时 当时应人的荒诞不惊 实在是叫人不可认 也不可解 但事后看来 他的那些事情 有些事捕风捉影 纯属子虚 有的呢 则是着了别人的眼镇 才使得心智失常 行为怪辈 这个张廷义的折子 写得好啊 所谓无心为恶 虽恶不乏 况太子之过 应心计所致 扶起陛下 念父子之情 是德化之道 外则严以药食致其病 内则教诲以盛德感其心 倘能使太子 病去身见 修心向善 则不仅为天家之福 以天下臣命之福 张廷玉 臣在 你这个书读得好啊 好就好在 时刻不忘 圣人的忠术之道 与人为善 好就好在 好就好在 时刻以江山社稷为重 而不像有些人 驱红彩黑 剑锋使舵 想的不是江山社稷 而是他自己的路位 通过委 这两百多人联名的折子是怎么回事啊 如果没有人居中联络 这么多人 就同声一气 众口一辞 居中联络 本就是上书房的责任 推举黄八子印寺 也是上书房和许多官员的公益 这些都是为了我大清的江山社稷 奴才以为无可指责 上书房 你一个人代表上书房 上书房 尚庭玉 您也是上书房大臣 你说说 佟国委 又没有中间联络 回皇上 佟国委和马齐包举巴阿格 那是因为巴阿格确实有过人之处 臣以为这无可厚非 至于众人串联之事 那也是因为一时不慎 忘了君子不党的教训 通过为马齐和臣 同处在上书房这个位置 处理推举太子这样的大事 要想使皇上满意 百官满意 天下百姓满意 实属不易 臣党的处理既然有了偏差 那请皇上交往指正 重新推举 也是良法 张廷玉是奸臣 敬皇上明察 真倒要听听 张廷玉怎么就成了奸臣了 回皇上 七日之前 皇上下旨废除印刃的太子明位 难道那时张廷玉就不知道 无心为恶随恶不伐的道理 当时他为什么不建筑皇上 而时隔数日他又阳奉阴违 既不与臣等商议 更不思皇上的圣名 暗中为废太子开脱罪责 实际上是把过错推给皇上 自己博得一个君子不党 与人为善的美名啊 此人之用心险恶 虽历朝历代大监四中者无处其右 臣扶起皇上 訴致张廷玉知罪 以安百官之心 以权皇上之德呀 你们都看到了 听到了 张廷玉 为佟国伟说好话 佟国伟反骂张廷玉是奸臣 还要朕 治张廷玉的罪 你们 你们知不知道 什么是以怨报德 什么是无耻小人 有个现成的例子 同国为救世 皇上这样评价奴才 奴才还有什么话可说 但是有一点 奴才词意也不明白 难道 难道 难道满朝几百名 保举八二哥的官员 都是无耻小人 唯独一个保举废太子的张廷玉 倒成了忠臣了吗 请皇上明示 大胆 同国为 今天当了满朝文物 正告诉你 保举废太子的人是少了些 对 除了张廷玉 除了张廷玉 还有四阿哥应真 十三阿哥应祥 没准 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 就是朕 是 同国为 正问你 好 这三个人也是奸臣吗 奴才岂敢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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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斗胆问一句 为什么满朝文武 不能够保举八个意思呢 请皇上明示 是 你真要朕 把你的老底都掀出来吗 奴才不明白 皇阿玛 儿臣情愿自己撤出 推举新太子的人选 请您 不要再难为 童国为了 难怪人家叫你八贤王 你果然贤的是时候 童国为死心塌地的保举 你就在这个时候 出来保全他 倒也难得 不过 如果朕今天不把事情弄明白 只怕还有那些指望着你保全富贵的人 都会不服 来啊 奴才在 宣龙可多 皇上有旨 宣龙可多禁殿 宣龙可多禁殿 臣龙可多叩见皇上 龙可多 龙可多 刚才你六叔在这儿 慷慨陈词 说他推起八个 全是为了我大清的江山社稷 毫无私心 当了朕 当了你六叔 你说说 你六叔推荐你出任布军统领衙门都统 你为什么不敢承受啊 奴才那六叔 糊涂啊 他糊涂 就糊涂在不该暗中的揣摩圣意 因此才做出了不实大体的蠢事 但奴才认为 奴才的六叔对皇上 对我大清 是绝无二心 因为就他现在的地位而言 可以说是位及人臣 无以复加 他只要逝世处处 先请示皇上 而后实行 就可以长保路位 容贵而终 如果说奴才的六叔有私心 那也不过是为了我同家的后人 如果说为人臣者 要从奴才六叔这儿吸取教训的话 那就是 后人自有后人福 莫为后人做罪人 皇上 奴才现在要说的 只有一句话 恳请皇上恩准 恩准奴才辞去九门提督的差事 奴才情愿 白身而终 为奴才的六叔赎 赎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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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兄 皇上 皇上 邓国伟 你都听到了 龙克多的心思比你明白 古话说得好 家有孝子 不绝其次 朕就看在这点上 免了你 善乱超纲之罪 从今天起 你什么事也不要做了 回家养老吧 容可多 在 送你六叔回家 然后依然回来当差 这个九门提督 非你莫属 这 奴才的罪与同国为一样深重 求皇上重重诚之 但罗才以为 在阿哥之中 确实只有八阿哥 一呼立为太子 恳起皇上 不要以臣等之过 而弃用 贤者之网 刚才龙可多 说同国为糊涂 朕看你才是真糊涂 你的罪 在于剑事昏溃随身复合 朕将你量级 人在尚书房行走 列在张廷玉之后 臣领旨 臣领旨 谢恩 应真应详 儿臣在 难得你二人在这个时候 能深明事理 而无觊觎之心 你们的密哲 朕看过了 朕给你们三个字的评价 好 好 好 朕心甚畏 甚畏朕心 儿臣等时刻记住 胡阿玛的训绕 静止 儿臣在 你现在就去传朕的旨意 把你二哥接出来 是 然后你们二哥们 都到前情门会集 朕还有话说 朕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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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九州万方 一招百姓 靠一人之礼 朕 朕 终归要 择先甚利 废除应仁 是出于此意 今日 从选太子 也是本着此意 至于究竟是要复利应仁 还是另择阿哥 这件事 不能急 倘若应仁的病 能日渐好转 而且能够一改就洗 朕当然也不会自外于心 朕现在告证 朕现在告诫你们的 就一句话 希望你们以同国为为戒 倘若再有人望风梯荣 勾结串通 甚至望脱天命 撕严费力 朕 绝不侵扰 一场时满朝官员兴奋紧张 折腾了好一阵子的 推举新太子的政讨 随着同国为的顶带落地 宣告了八爷党的失败 朕绝也和十四爷打起来了 别打了 算了 算了 这么半天不分胜 怎么可以啊 别打了 开个蝶子 别打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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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十四 你们别拉着我 快把他们拉开 老十四 老十四 你训我的 别打了 别打了 是 老十四 老十四 别打了 别打了 算了 算了 老十四 老十四 来 行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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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业 对 为什么打 钟阿哥到了前清门后 九阿哥和十阿哥就骂开了 说二阿哥是开心太子 没有资格再参与举荐 说四阿哥是太子死党 马屁精什么的 十三阿哥看不过 就吵了起来 后来他们就动手了 快快 别人打 别人打 王战驾到 放圣旨 先二位阿哥拉开 老十三 我今天不会别的 就我压压你的气眼 别以为阿哥中你的武艺最高强 论单打毒的我不处你 论行军步阵 我更比你强 好啊 干明儿边境有了战士 咱俩各带十万兵马 看谁得胜回朝 看谁全军覆没 凭你野派 狗的 你不过是非太子的一条狗 混账 那你又是谁的狗 儿臣偷见 偷见皇阿玛 令人 你起来 儿臣是有罪之人 众位弟弟们都跪在这里 儿臣岂能独自起来 朕设你无罪 谢皇阿玛恩典 起来吧 这儿 刚才是谁说 二阿哥是开缺太子 没有资格参加举荐呢 谁说的 谁说的 怎么 敢说 不敢承认 灰皇阿玛 这话是儿臣说的 好 你有种 朕问你 你又是什么东西 儿臣 是花阿玛的儿子 朕没你这个混账儿子 你说 那个姓张的江湖妖人 是不是你带着印刺那儿去的 回皇阿玛 那个人是儿臣带去的 可是 他不是妖人 不是妖人 是神人 是吗 当然不是 皇阿玛盛名 那个人确实有真才实学 别说了 满朝的官员 那么多两榜近士 那么多暴血红乳 居然都相信那些鬼话 你们的书是怎么读的 花阿玛 您当时不是也说过 江湖术士的话 有时候也能代表民意吗 朕说过那么多 你就单记这一句 来啊 在 把印刺 印额 印堂 给我锁起来 这 起码 黄阿玛 八哥到底犯了什么罪 连九哥十哥一起所拿 朕刚才说的话你没听见 听见了 可儿臣以为这是郁家之罪 那个信张的江湖术士 谣言惑众 八哥当时就把他抓起来了 交给黄阿玛治罪 是黄阿玛自己把他放了 到了今天又将这件事情作为八哥的罪名 怎能叫人心服 说到底 这都是大家推举八哥做新太子 招了黄阿玛的计 可是 着百官举荐太子 这本是黄阿玛您的旨意 八哥才是洪博 雅量高智 李贤下士 才会有这么多人 一得一心举荐他 虽说 少许人有串联的事 但百官何罪 八哥何罪呀 黄阿玛 令人举荐于钱 又无端所拿于后 往后 谁还敢奉召办事 遵旨是死 抗旨也是死 请黄阿玛 给儿臣等 治一条活路吧 你这是要和朕打擂台 儿臣岂敢 家有正子 不败其家 国有政臣 不亡其国 不听你的 大清就要亡国了 难说 十四弟 你不要再说了 你要累死八哥吧 十四弟 见错万错 都是因为我的错 望你体谅黄阿玛 不要再惹他老人家生气了 来 你到里面避一避 谁要你假惺惺的在这儿蛊惑人心 我今天 就是要讨皇阿玛一句公道 八哥他们究竟有罪没罪 没罪 皇阿玛当众就说没罪 有罪也得指明了 你这个鬼 你这个鬼 被杂了 杂了你 十四弟 展开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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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继续诺 阿玛 喜怒 您继续啊 阿玛 这会儿是什么 八哥 阿玛 有错都是儿神一个人的错 要杀你就杀了儿臣吧 兄弟们饶了几个弟弟和这些无辜的官员吧 阿玛 八哥 八哥不要求了 我们的命本来就是他给的 还给他就是了 十四爷 十四爷 小杖兽大杖走 你怎么还不走啊 难道这要先皇上也不义吗 走 八哥 八哥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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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哥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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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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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怎么样 怎么样 дум了吗 急怒共心 上了春秋的人 这也是常见的病 吃几副药 调养调养 就会好了 来啊 在 把药煎好了即刻送来 喳 李德勤 皇上 饮提不孝 都是臣妾的罪过 臣妾已经把她给带来了 向皇上领罪 饮提还不快过来 儿臣不孝 儿臣昏了头 惹得花阿玛伤了龙体 儿臣月 疑似赎罪 姑娘 您和十四弟都不要再哭了 花阿玛需要江西 你手上的伤 不要紧吧 一点儿轻伤太医已经看过了 不碍事的 花阿玛将吸龙体要紧 你生的这两个儿子啊 李子杨 李子杨 皇贵妃 朕妾万万不敢领恩 王皇上收回承命 朕说过的话 几时收回过 还有 应真 你给朕生的那个孙子弘历 朕很喜欢 明天你把他带进宫来 朕要亲自调教他 喳 一场费力太子的风波 随着冬至的降临 暂时被冰封血盖了 血针大 冷不冷 不冷 别跑 别跑 摔了 摔 别跑了 你看 你看 摔了吧 摔着摔着没有 你 没事 站起来 站起来 别跑了你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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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历 弘历 皇上 弘历 慢点啊 站 这翻牌 皇上 挣着了 挣着了 来 你这么做 你这样 这是挣着了 这个就算摩心 这个心要静 你写字 你不能慌里慌张的 你慌里慌张的写乱七八糟了 是不是 皇上 皇上 对 静下 静下 您看这东西放哪儿好啊 放这儿 放这儿 来 拿进来 来来来 这边 这边 这儿 这儿 放下 好 咱们来 来写字啊 来 咱们俩来和 和 和写一个字 好不好 行 咱们 咱们写啊 来 我帮 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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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啊 来 这个 写什么呢 写这个 亭前呐 试试看啊 亭前垂柳 就带春风 能不能动啊 爷爷 我动不了啊 满南 我动不了 好厉害的 帮你看看 好厉害的 你看我 很厉害的 还看它 去吧 嗯 能动了吧 嗯 来啊 能还是写到 这么写啊 在这儿 停 钱 垂丁 爷爷 你总扶好了我 好 写得好 好 好东西写得好 好了 下来下来 一千一笔 来 嗯 爷爷 你教我 嗯 爷爷教你 好孩子 在印针的吉利推荐下 印翔监管了刑部 恭喜十三爷 恭喜 恭喜 恭喜啊 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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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家过来 是人难以理解的事 印提在冲撞了康熙以后 不但没有受到处罚 反而被围以监管兵部 总赐军武的重任 好 好 这幅字啊 咱们一日一笔 整整写了一个冬天 嗯 最后一笔下去 就是开春了 李德权 你把这幅字 拿去送给应仁 让他即刻到养心殿见阵 这儿 来人 哎 叫王善一块来 这儿 大帝回山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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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王叔叔 坐 坐 坐坐 那冬天啊 很快过去了 那什么是冬天啊 坐坐 冬天啊 就像朕和你一样 老了 这荆棘神不济 啊 佟国伟 佟国伟 经常跟朕说 万岁万年 他说 他伺候朕哪 一万年一万岁 这有备天理 哎 你王师傅 又从不跟朕说 这些魂话 而是一心一意 为朕抚育太子 可朕这个冬天 太长了 冰雪不容 你春天 就没办法更替 你只能等啊 啊 皇阿玛 借天地万物之智力 开导儿臣 儿臣 虽鲁顿冥晚 却感受至深 但儿臣 实在不敢赞同 父皇的这种说法 皇阿玛 以天子的禀父 创一代盛世 如浩荡东风 追大地皆春 普天之下 依照臣民 吴布 其送父皇 隆体康健 以示我大清 江山永秀 春光长存 你这些话 虽然有些言过其实 倒也看得出 你王师父 没有白教你读书 言为新生 儿阿格斯言 既是他的肺腑之臣 也是前求万代后 青史必在之实录 朕没有这样的奢望 朕只要将来 人家不骂朕是不交而诛的 吴道昏君 就心满意足了 是老臣昏辈 老臣实在不该那天在浅清宫 说那些个冒毒皇上的昏话 老臣昏辈 老臣昏辈 不必如此 不必如此 王师父 你那天的话 虽然有些过激 但也却有道理 朕今天就纳了你的建议 服了应仁的太子名位吧 太子 快叩谢天恩 叩谢天恩哪 儿臣叩谢父皇 叩谢父皇 康熙四十八年 在权衡了朝野政局驱使之后 康熙正式宣布 复立太子 接着由张廷玉陪同 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六次 也是最后一次南约 太子印仁坚果 代理一切朝鎮 大约 那天 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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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四哥 走啊 好大的口气 一开口就是二百万 江苏巡抚准备分给你们多少 太子爷 这二百万是用来振积苏北灾民的 怎么说成是分给我们的了 振积灾民 振积灾民用得着这么多 你们当我不知道啊 你们和江苏巡抚凌峰是什么关系 这二百万振积银子都是经过核算的 同我们和林峰没有关系 没关系 这二百万的数目都是你们什么人核算的 太子爷 您就甭问了 您还是批准了吧 什么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奴才是说 这个公文不是奴才们弄的 是四爷同意了的 你个狗奴才 还敢抬四爷来压我 跪到外面去 听后发落 这 太子爷 太子爷 滚 怎么了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无缘无故就叫我们跪在这 听后发落 我们跪在这里不要紧 许多急着要办的事都耽搁了 马仲塔 您是尚书房大臣 您可得为我们做主啊 对啊 您得为我们做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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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你下去吧 太子 这里面都是各地寄来的紧邀奏折 必须立即批转 我看都没看怎么批转 请太子现在看吧 我什么时候看折子还要你管啊 哼 到底你是监国还是我是监国 这 就是皇上亲自理政 这样的奏折也是既送既堪 呸 你以为你是谁啊 动不动就搬出皇上来压我 你还不是搬出八爷来 岂不是更变的 太子 像您这样挟私奋而误国事 也不怕寒了满朝文我的心吗 哼 我知道 要想让你们不寒心 除非印字当太子 是吧 谁当太子 都得以国事为重 像太子爷您现在这样 何以向皇上交代啊 哼哼 说来说去 还是你们还是不服我这个太子啊 那好 我选一些服我的人来用 马齐 你也跪到外边去吧 听候发落 你 你管兵部 这是八哥这一向来唯一最感欣慰的一件事 华马重用你 至少说明他不完全放心太子 因此 你一定要把兵部管好 利用兵部这个要害部门 紧紧的看住太子 这一次太子复位之后 我觉得他会做出很多道行逆施的事来 弄急了他还可能会苟急跳墙 我们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华马在他的晚年遇到不测呀 八哥 你真的一点都不记恒阿玛吗 十四弟啊 这人世间最难解的就是恩怨两个字 什么是恩 什么又是怨 极难分明啊 譬如对华阿玛 他老人家要真的要了我们的命 我们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八哥 杜手了 杜手了 老二这条狼开始咬人了 慢慢说慢慢说 太子到底怎么了 几十个官员包括马齐都要让老二免官了 都是上表举荐过我的那些人 不是那些人还会是谁啊 太有瞎话了 我得去说 慢 九弟啊 四哥知道了吗 我想这回子应该知道了 让四哥去管吧 你们和我去都只是祸上交友 老四会去管 你们不知道四哥这个人哪 黄阿玛为什么会器重他 为什么能让这么多人怕他 平心而论 一个人能让别人都怕 平和还是自己的为人呢 他和太子不同的就是 他实实处处站着个理子 你们想想 太子要爸的这些人 虽然都从上表举荐过我 但毕竟都是皇阿玛一手提拔的朝廷命官 爸他们就是和皇阿玛过不去 就是和朝廷过不去 四哥能眼睁睁的看着太子犯傻吗 老四推荐太子的时候你不是没看见 他们都是老爸的人 这些人一天不敢走 老爸他们就居然能够操纵朝局 兴风作浪 太子之话 臣弟不敢苟通 不错 这些人是上表举荐过老爸 可那也是按照皇阿玛的诏书行致 如果仅凭这一点就免去他们的官职 皇阿玛也不会答应 再说 举荐过老爸的人那么多 太子都能免了吗 没有了他们 那么多朝务政务 谁来操持 俗话说得好 宰相都里能撑船 您现在是监国 应该大人大量以朝局为重 我说不过你 但这件事我不会听你的 老四 你让二哥做一回主 不要来管这件事好不好 我是领侍卫内王大臣 有关朝局政体的大事 我不能不管 你这和我说话呢 关于江苏那件事情 你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 老四 你是我的人 我要告诉你 往往就是啊 太放纵你们了 弄你们上鼻子上脸的 你是老实人 不要学老八 这样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好 从现在起 你也不要再放纵我 我也再不和你顶嘴 您按照按法监国 我循理循法办差 那咱们就先说说 江苏那件事吧 苏北张大水 今天夏天颗粒无收 几百万人生计无拙啊 我和户部的官员们 几天几夜忙着算数目 掉钱粮 公文报到您这儿 让您给驳回来了 再过十天半个月 震灾的钱粮运不到苏北 闹出民变来怎么办呢 民变 你是说老百姓想造反 太子爷 阿拉布坦不断骚扰克尔克蒙古 您不会不知道吧 黄阿玛为什么迟迟不派兵 国库里没钱呢 国不为奸 现在想法子稳定都来不及 可是你在 你早就走 有什么料不得呀 尤种 你永远别来见我 怎么了四哥 你的脸色好难看 又碰钉子了吧 我碰钉子算什么呀 王主帮 麻烦您转告太子 大明儿起 我告病 让他一个人闹去吧 把咱大清国闹亡了 他也就不会再闹了 哎呀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哎 王师父 实在是 王师父 实在是 这是干什么 哎 我说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 太子呢 太子他人哪 他人哪 没 没看见 太子他刚才还在呢 叫他来 叫他来 叫他快出来 哎呦 师父来了 有失远行啊 快给师父上茶 快快快 师父 太子啊 老臣不是来喝茶的 你告诉我 这外面跪着那些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哎呀 嬴亲王 也气得要 搞病不干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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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要干什么呀 好了 都搞病吧 都不要干事了 反正我是孤家寡人 大不了 再次被废 好了啊 这下你们都称心了吧 哎 王师父 王师父 快叫太医 快叫太医啊 来了来了 把王师父扶到床上躺着 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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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子爷 您是问我 你 太子爷啊 您这头该刮过了吧 好 告辞 你 你 来呀 在 这外面跪着都起来 滚出去 干什么的事 这 都在叩见太子爷 你们来了 来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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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起来 起来 坐下说 太子爷 可想死我们了 我也想你们哪 来呀 上场 走 走 眼下 我虽然是辅了位 可是 干起事来 比过去更难了 像你们这样的人哪 都免职的免职 调任的调任 每天在玉清宫啊 一眼望去 都是老八的人哪 空虚太子 还怎么做呀 今儿啊 我想免掉老八的 几个贴杆 没想到 老四和老十三 都反对 就连王师傅他 不说了 不说了 奴才们绕道 去了一趟江夏镇 江夏镇 那不是老九门人的庄子吗 你们去那儿干嘛呀 奴才们去是见一个人 谁呀 任伯安 太子爷知道 神不安是九爷的门人 八爷党的财神 去年刑部案发时 八爷为了扳倒太子爷 把他给卖了 现如今他自己免了官不说 弟弟被砍了头 内地还关在刑部大牢里呢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 太子爷 这个人有大用 任伯安在立部做主事的时候 偷偷地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于今对太子爷大有用处 怎么讲 他利用自己在立部 管理百官档案的机会 广播耳目 把三百多名官的隐士 都记录下来了 编了一本册子 叫做百官行术 这不等于把那三百多名官的辫子 都握在手里了吗 太子爷英明正是这样 那神不安 原是把这本册子献给八爷的 但经过去年刑部那件事以后 他改变了主意 他现在愿意献给太子爷了 在哪儿 还在他的手里 为什么不拿了呀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同太子爷商议的事情 任伯安他愿意交出百官行术 并且他愿意把他为九爷经营的几处钱庄和档铺 也弄到太子爷的门下 但是他请求太子爷答应他两桩事 哪两桩事 第一 请求太子爷把他的内力救出来 第二 请求太子爷让他官复原职 第二件事情可以慢慢来 第一件事情 不行 您不想想 他那个内地是皇上钦点的药犯 你们不就是因为那个案子而被革职的吗 这件事不好弄 不好弄啊 并不是说不能弄 太子爷 放着一个现成的帮手 您不会叫他去弄吗 你是说老十三 对 正是十三爷 现在他不正管着刑部吗 你们不知道十三爷这个人 他是出了名的狭王 这样的事他是不会干的 再说刘八女是他弄进去的 他不会自己删自己的嘴巴呀 他当然不会愿意 但如果把他拉下了水 就不由他不干了 怎么了 太子爷爷 你听我说 他是这样 是你想的 蒙断香肖四十年 深缘流老不吹银 此身行作积山沙 游吊宗 你限然 真好啊 来 还是你来写 我呢 你来来来 还是你来吧 我 来 我真的不行 来来来 来 写 写 写吧 好 清风其来 好福气呀 难得扶生片刻弦 偏偏又让你给搅了 四哥 你要是想躲清穴 我呀 就别当这个亲王了 坐 好 吴先生 你知道我今天是干什么来了吗 我听说你得了一坛藏了百年的卢州老教 是不是啊 赶快给我和四哥拿出来尝尝怎么样 十三爷好耳末 这么快就知道了 说起这件事啊 就让我生气 你说年庚瑶这个奴才啊 钻山打洞在四川 又弄了一坛百年老酒 带来时候啊 指名道姓说要送给吴先生 看来啊 我这个正宗主子 也不要再当了 去 把那坛卢州老教给我们拿来 今天呢 咱们仨人都把它给喝了 省得我和四哥啊 老师天天的抓心就费的 惦记吴先生这堂老酒 好不好啊 去吧 四哥 吴先生 我把秋叶支走 是有件事情要跟你们说 你们猜猜 刚才 谁到了我的府上 除了太子 还能是谁啊 哦 你真神仙 不过 你就是神仙的话 你也猜不着太子 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不可告人之事 对 上不可告天地 下不可告妻子 他要我害一个人 说事成之后 尽封我为郡王 我知道了 谁 郑春华 对吗 哎 哎唷 哎唷 十三爷 您来了 行了 大规计免了吧 起来吧 好 坐吧 爷 真没想到 您老人家到奴才这地方来了 有什么事 带个信给奴才 不就得了吗 这么热的天 把您给累坏了 奴才可不是天大的罪过 就冲你这张小瓶嘴 爷头我也愿意来一趟 对吧 这是什么 奴才的女人从家乡来了 带的枣花黄芹茶 野味 让爷爷尝个仙 爷爷要是尝不惯呢 我给您换杯雨前 爷爷您坐着 我给您换杯雨前去 不用不用不用 就这个就行 我尝尝 张嘴 你怎么一见面就跟我诉苦 什么叫王小二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 爷圣民 奴才的爹 早先呢 也在爷府上当差 托爷的福 原本也攒了点钱 在家乡 治了两赏地 没想到 一半让黄河给冲了 另一半养命的地 记名在当地 陈老太爷的名下 原想 托他家是个官患 可以少交几颗黄粮 没想到 陈老太爷一过世 他家大少爷就不认账了 没了奴才家的地 这不奴才的女人护着老爷子 拖着几个孩子进京来了 奴才也就每个月五两银子 连个住的地方都治不起 那明儿叫你爹到刑部去看库房 这样每个月的银子 也是五两左右 再加上小费公认 这样呢 一个月至少也要有 十两银子的镜像 爷 您不是拿奴才开心吧 我说文保生 你可真会扯淡拿你 你十三爷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你看 我分车胡同那儿 还空着一个四合院呢 闲着呢 也赏给你了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怎么叫奴才摊上这么一个菩萨主子呀 行行行 起来起来 别练佛 我问你 郑昆华是在这里面吗 这 我想见你的 这 其实这事不是我 我 怎么了 你也是不能见他 别人来了不行 爷您来了还不行吗 我给你带路 这不就结了 走着 我的贵妃娘娘 这一上午你就洗了这么点衣服 要不要农塞给你打扇锤背呀 你怎么 还把你的娘娘派头啊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爷 请 又文大爷来了 我催你祖上十八辈的贱奴才 见了十三爷还大大咧咧的 你那张臭嘴明天不想吃饭了 是 你 替他洗衣服去 不 十三爷 我做的业 我应该受 他多骂我一句 我的业就少一分 我多骂一件衣服 我来生的罪孽 就减一分 还不快滚 等着领赏呢 愣着干什么 快出去 等着领赏吧 走走走走 快快快 走 快点 你跟我来吧 太子爷 让我过来看看你 太子爷他 他还好吗 怎么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 卢比待在这个地方 能知道什么呢 告诉你吧 太子爷他已经复位了 爹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你是不是觉得太子爷赋了胃 你也就熬出头来了 我终于熬出头了 我终于可以无牵无挂的 去见我的爹和娘了 你的爹娘在哪呢 在天上 你想死 是 我原本就是多余的人 多余来到这世上 可我遇见了她 当初 我不敢死 是怕她说不明白 是我勾引她的 我早就是该下地狱的人 老天爷 现在太子没事了 你就饶了我的罪过 能让我到天上 见见我的爹 娘吧 听着 你不能死 我也不能让你死 我可以把你救出去 我可以帮你平平安安的过下半辈子 我不准你死 爹 year 你这 ФK 爹 您脸色怎么这么暖 是不是中暖 讥谱 灭灾 听着 我要救她出去 爷爷 你这不是要奴才的命吗 照我听着 照我的话做 你就不会有事 这儿有一天药 就要归去来吸散 去 给他喝了 爷 爷要他死了 放屁 听听 这药如果喝下去 就跟死的一样 十二个时辰 他会昏迷不醒的 你抱他个抱病死亡 然后把他送到 左家庄化人场 那边的事我都安排好了 明白了没有 爷 这 如果这件事办好了 我赏你五千两银子 五十场地 遭漏了风声 我把你脑袋救起来 去 郑春华死了 新扯库今儿报了他 说是抱病身亡 抱病 他人呢 人已经拉到 左家庄化人场了 这么快 这事 有可能是老十三干的 听我在那儿的眼线说 老十三前个下午 去见了郑春华 两个人嘀嘀咕咕地 说了好一阵子 到了晚上 那个贱人就死了 不是他 他还能是谁呢 老十三也干这种事情 还什么霞王 呸 他还不是在替老二作孽 告诉你们吧 前个夜里啊 老二去老十三那儿 慢慢慢慢 让我想一想 这个事透着血 这么长 你马上去 左家庄化人场子 大哥 照我说的去做 记住 是不是郑春华 你一定要看清楚 好 去吧 八哥 这么个不要脸的贱女人 死了不就死了吗 饭子老这么上劲吗 八哥 我看你不是为了 这个女人可惜 而是可惜少了一个 对太子的制约 没想到让老二 抢了先兆 这里面肯定另有原因 速到左家庄 快 小红 你等等 这是给谁熬的药 是阿兰姐姐让给她弟熬的药 阿兰她爹 我刚进门的时候 她不是好好的吗 说是路上染了急症 说不定还传染呢 也说给她腾房子 搬到后楼去呢 姐姐没事 我先走了 您跟我来 您跟我来 我说乔男姑奶奶 您看着点道 您倒是 来来 您这边来 您跟我走 十三爷 您府上的人来了 说太子爷正到处找您 这不该杀的 你叫我去杀 这该死的 你又叫我去救 二哥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这不都告诉你了吗 不放了刘八女 人不安怎么会交出百官刑术 好 那就叫她抱着百官刑术 等着替刘八女收尸吧 这怎么话说的 爹 你都跟他们说了 你都跟他们说什么了 奴才能怎么说 郑春华是突然病死的 他们愣咬奴才说 是谁指使害死的 奴才就是吃了豹子胆 吃了豹子胆我也不敢 好 你在这儿等着 我救你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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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名的 咱们谁是谁啊 你这么做 你犯得着吗 怎么了 跟谁过不去了 好了好了 二哥 您的事回头咱俩再商量 好不好 您还是叫他们 放个文宝生吧 来啊 我叫你们传文宝生问话 你们把他怎么了 他死不着认 奴才们就把他给打了 怎么 你们把他给打了 放肆 十三夜的门人 你别敢打 反了天了 自己张嘴 奴才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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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我说你们二位 是不是觉得特委屈 可是我十三爷 比你们还要委屈 过去去 还不快滚 这 十三弟啊 你别怪你二哥 二哥也是没办法呀 对了 对了 我给你看一张东西 我给你看一张东西 您现在是太子 将来是皇上 我跟着您 怎么能委屈呢 你能这么想 二哥 我绝不亏待你 我要接了位 一定在乾清宫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给你写张真的 好 那陈弟 就先在这儿向您闲了 那 放刘八女的事 二哥 这事 现在不太好办 二哥 要不这么着 你再过一天时间 我再好好考虑考虑 我觉得 咱们哥俩 应该想个万全之策 我明儿 就给您回话 你看怎么样 可以 这件事 千万不能让老四知道啊 放 我想医了他 放 您说放了刘八女 先放了他 然后再装 好 不过 不是叫十三爷去放 而是应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让太子的人去放 这样再去抓他 就顺理成章了 也只有这样 才能逼任伯安 交出百官行术 对 咱们索性来他个放虎回山 让他滚回江夏镇 关键是去江夏镇 得物色一个厉害的角色 我已经想过了 年耕摇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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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别打人 大帅在里面等你们 请跟我来 大帅 这么晚了叫卑职来 有什么事情吗 我们是四川的防兵 叫我到安徽去抓人 这与体质不合 十三爷怎么会下这一道手遇 什么体质不体质的 叫你来 是跟你商量一下怎么去干 是 关键是要有个理由 理由是现成的 四爷已经关照礼部 通知我明天进京述职 顺便去江夏镇去捉拿侵犯 关键是 人带少了不管用 人带多了又会走了风声 我想叫你带上五百个弟兄 全都改成便衣 分头行动 等我先到了南京见了皇上以后 咱们再到江夏镇会集 去吧 是 背纸这就去布置 下官年更有参见张忠探 快快请起 请 忠探请 梁公啊 你不应该给我送东西啊 仲探 我知道 您一清如水 从不收收别人的礼物 因此 我也没敢带别的东西来 您看 这是几楼橘子 只不过是让您尝尝仙 这几把竹膳 也是读书人之间经常馈赠的哑物 只是 这几匹书锦和一包天麻 是我孝敬太夫人的一点心意 仲探 我没把您当上司看 就看在您是前辈的汉林 我是后辈的进士 如果这点不像样的东西 您要不收下 也太扫我的脸面了吧 既然你这样说 那好吧 来人啊 在 我上次在湖中买的一盒胡笔呢 在这呢 拿过来 这 请 这天麻我带老夫人收下了 这和胡笔就算作我对你的回赠 其他的东西嘛 就请你拿回去吧 念大人 我家大人已经是破了力给您添大的面子了 那些东西如果您不带走的话 这包天麻我家大人是不会收下的 仲探 下官今天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清官 好 我把您给盘回来了 好了好了 现在怎么好主啊 行了行了 好了好了 好好好 姐夫 姐 姐夫 上一次你们四川报上来的折子说 你指挥得当 调度有方 一年之间就剿灭了境内全部的土匪 对 朝廷给你记了一次大功 加三级记录在案 但是 你要注意啊 八州康定这些地区 汉衣杂处最难治理 你最好是以安抚为主 诸葛亮七秦梦霍才是长治久安之策 希望你多一点人心 少一点力气 这不但是百姓的福分 也是你自己的福分 这话你可记住 中堂金玉之言 下官一定牢记在心 这次皇上没时间见你了 你就一路顺风吧 快瞧快瞧 这鱼真好看 瞧那条 那条多大呀 来来来 往那边 咱们过去 过去看 来来来来 快 俗话说 为官三世方知道穿衣吃饭 看 黄某从祖上起就出事为官 也算知道穿衣吃饭了 可是一道菜 才知道 人工才真正是大福之人 取笑取笑 黄大人 清华是驾 为国效力 不敢不敢 哪有功夫花在这些上面了 人某若不是罢官贤居 这会儿还不是劳神暗毒 饱受严肃之苦 爷 爷 快快快 那儿还有鱼呢 真的 这儿还有鱼快看 哪里有 你看 如此说来 还是罢官贤居的好 可你我 偏偏又没这个福分 你瞧 原大人 那百官行数 能不能这一次就交给我带回 黄大人 这么重要的东西我能放在这儿吗 不就是一本册子吗 诧异 诧异 既然是百官行术 这里面就不单有详细的技术 而且还有诸多的旁证 否则怎么制约于人呢 人哪人 实话奉告 这百官行术 是我在吏部花了十年的功夫 建立的档册 足足有四大箱啊 藏在哪呢 就在京里 就在京里 这一次我就同黄大人一块进京 取出来当面成交太子 如何 我们明天就走如何 不急 不急 黄大人远道屈秀 人毛也该略尽地主之遗 点灯点灯 点灯 抢抢 老软 任大人 我给您请安了 老软 老软 刘八爷 恭喜恭喜啊 我就知道您一定会逢兄化吉 遇难成祥 这不一根毫毛都没动就回来了吗 老软 一年不见 一年不见你不要活着吗 我要是死了 任大爷八爷这么多的好酒谁来喝呀 是我眼镯 这位是 黄大人 黄大人 这位是淮安营驻房江夏的千总阮毕大阮大人 自己人 老软 这位是京城里来的黄侍郎黄大人 被职瞎了眼不知黄大人驾到 被职在这给黄大人请安了 在这儿您我都是客人 不必多礼 快 快 快 乖乖 天公啊 这里还是不错 办相好 唱腔好 身段也好 在北江南林寿之地 演得由这般描人心魂的音乐 黄大人真是会演的 这孩子是苏州有名的九岁红 一年一十六岁 如果黄大人喜欢就送给您吧 黄毛 怎能夺人之爱 刘八爷 在 黄大人 请 停 停 停 半点 把酒籽红带下来 给黄大人敬杯酒 快点 来 过来 这位是京里来的黄大人 黄大人不单道德文章是明满精华 做得一首好诗是天得一首好词啊 而且还精通音律 吹得一口好词 听说你有个心愿是非风流才子不嫁啊 现在 风流才子就在你的面前 还不快给黄大人敬你杯酒啊 还不快给黄大人敬你杯酒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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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刘八女 有话好说啊 有话好说啊 谁是刘八女 代下就是刘八女 大大王 好汉 要干什么 你真是刘八女 你说 你说 借点粮食 好说 说个数 我叫人给你取来 去取 你当老子是讨饭的 谁不知道你家的银子比黄山还多 石巷子 带我们到你们库房里去 好啊 四海之那些兄弟 您不就是想弄点钱给弟兄们吗 您有多少弟兄 能搬动多少 我就给您多少 这总行了吧 三万两银子 足够了吧 你他妈说得到清酒 三万两银子就是一千八百斤 叫我们怎么办 如此说来 好汉们这次来的人也不是很多了 老爸 咱们家还有多少金子 还能凑个千八两吧 好汉 这千八两金子也足够你们弟兄几个花上好一阵子了吧 咱们来了上千个弟兄 一千两金子订个球用 石巷的 快带我们到库房去 这恐怕不方便 这一路上竟是循接的 折腾大了 对弟兄们也没什么好处 拿队 不要让他们跑了 拿队 别让他们跑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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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到的差不多了 放吧 是 快 快 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放一条道 我放一条道 你们走 年龙药 听到了吗 这是四川的年军门 你们是哪一赢的 还不过来参见 阮仙总 他们这是官军半道刑结 快吓了他们的家伙 官军半道刑结 谁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这是什么 凤刑不识三爷蜜语 捉拿轻案要犯刘八女任伯安 与他人无关 谁要乱斗 扼杀无论 你看看 你看看吧 年军们 这真是十三爷签罚的吗 十三爷的手遇谁敢假冒 这就怪了 这就怪了 毕大 我们是太子爷的人 他们真是越权谋害我们 年大人 虽然您有刑部的官房 但您是四川的军门 没有本省涅死衙门的牌票 不能到我安徽来拿人 请年大人将人犯留在标下的营里 在标下请示了上逢再说 小小一个千总 还有这么多名堂 难道堂堂刑部的官房 十三爷的手遇 还抵不上你安危省 涅死衙门的牌票 识相的 把你的人够撤了 卑职住房将下阵 职责在身 请年大人明鉴 上 别动 怎么 不听招呼 来呀 在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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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退 退 下了他们的兵器 走 放下 放下兵器 快 放下兵器 放下 放下 放吧 放吧 走 走 走 快点 快快快 快走 老爷 别动 老爷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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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快走 快走 老爷 别走 放老师儿 放 放老师儿 später 放老师儿子 放老师儿去 老爷来了 老师 来来过救救我们呀 放好催 救命啊 大帅 任波安招了 东西都在这里 怎么是一张荡票 回大帅 卑职都问清楚了 那任波安把百官行术 寄存在京里的万影荡谱 走 快点 快 走 到这儿走 开刀 任波 快 追下 让千总 这 让千总 带着你的弟兄去领兵器 你真放我们走啊 不放你们走 还留着让你们在这儿过年呢 谢国大人 谢国大人 弟兄们 都跟我走 造反了 弟兄们 杀 好 好 可以 好 好 好 报告大帅 镇子里家丁和软臂大官兵全部杀死 那边院子女人也一样 一律诛杀 一个活口也不能溜 走吧 跟上 大帅 好几百人哪 何况还有女人和孩子 他们拒终毛涵抗击朝廷 王法无情 无论男女老幼统统杀光 不准放走一个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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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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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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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火 共同超光 共同超光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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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乖 弟兄们 绞贼有功 为四川厚 把每人赏五百两银子 今天晚上的事 有谁说了这里的一个字 就杀了他的全家 听到了吗 是 东美 你带着他们押着这些东西回四川 是 禁卫亲兵 随我连夜进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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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公公 年代人 起来 四爷呢 在后院 好 你带我去 好 你带我去 你带我去 四爷赢死了一百多名官兵 现在淮安的六百里夹击 早已到了兵部 这会儿不但太子知道 八哥他们全都知道了 十三爷呢 怎么逛你回来了 回太子爷 已经派了两起人去找了 四爷府呢 会不会在那儿 再去派人 快去找 喳 八哥 这事一定是太子派人干的 不行 咱们辛辛苦苦积攒那几百万银子 不能就这样让他给掠走了 几百万银子都是小事 那百官兴术绝不能落到他的手里 对呀 这百官兴术要落到他手里 那可就更糟了 八哥 八哥 九哥十哥你们都在 怎么样 我刚从兵部过来 我已经派人去安徽了 一定要查出是谁干的 漂亮 但要以官兵被杀的名义去查 知道吗 八哥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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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差事啊 本来就难当 这差事啊 亮公呢 他也没有想到 任不安 会勾结淮安营的官兵巨捕 可不管怎么说 他第一次还是攻打一过嘛 四哥 您哪 也别生气了 我觉得 咱们现在当务之急 是应该想想 怎么做好善后的事情 你呀 起来吧 听着 你先到吏部去述职 然后住到百林寺去 不要到处乱走 这擦屁股的事吧 我和你十三爷 俩给你办 奴才该死 奴才给主子惹祸了 奴才愿意受处罚 处罚 真要是处罚你 滥杀无辜 这四个字 就要了你的命 好了 这一次 我和十三爷 就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了 你先到后院去走走 见见附近 也见见你妹子 这中叶邪醒了 没个准点 我看还得送造班出去修修了 下去吧 喳 吴先生 这事你怎么说 年庚瑶这笔财 发得不小啊 好个奴才 这事他居然 一个字就没说 好 主子您看 这些东西都是不容易得到的 花了不少钱吧 只要主子喜欢 就是奴才的造化 我和你四爷 喜欢原部在这上面 只要看着你们这些包衣门人 一个个比别人有出息 能够都为朝廷出力 就是最大的欢喜了 这 四哥 你是没有带过兵 不知道带兵的难处 你要是手里没有钱的话 谁还给你去卖命啊 我觉得 他要是把这笔钱都用在带兵上面 四哥 咱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 你这话我不认 自古以来 那么多名将都是靠这个带兵啊 十三帝这话有理 水之清则无鱼 人之茶则无图 此人杀伐决断 将来还有派大用场处 且不可因此而毁了自己的臂邦啊 你们说的这些 我也不是不知道 但是一味纵容很容易伟大不掉啊 我担心的是这个 十三爷 太子府上的人来找你了 好了 该轮到我去擦屁股了 十三弟 陈主席 他叫茶 你就先迎起来 然后再赶回来 咱们一块商量如何对付他们 好吧 好吧 年大人 年大人 年大人来了 快 年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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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你看你是啥 年大人 小翠 来 过来 这四爷家的水可真养人 才两年没见 小崽子们长得都认不出来了 来 坐下 小翠 小翠 可是越长越好看 小翠 你看这个戒指 我是给坎儿好呢 还是给狗儿好呢 您给谁 关我什么事啊 傻丫头 怎么不关你的事啊 这个戒指将来就是你的 你说 我把它给谁 将来才会带到你的手上呢 这么不正经 还是个大官呢 哥儿 看 我一个人给你们一支 看你们俩谁有福分 把这戒指带到小翠儿手上 高福 四爷叫你呢 来了 你这就到账房支一千辆银子 带上几个人 赶上一辆车 到晚用当铺去 把这四只箱子输回来 是 高福啊 高福 这件事事关重大呀 你要办得精心些 你就说是受了任不安的委托 来取货的 明白吗 好 好 去吧 小翠儿 快去 谁呀 去姐姐 你哥来看你来了 好 你让他回吧 我不想见 妹子 是我 我是你哥 我没有哥 我家的人都死绝了 妹子 到底怎么了 谁给你气瘦了 谁给我瘦的气 关你什么事 反正一家子的气也抬了 你的官也生了 八个女儿 料在王府里讨主子的好 一家子指着这个飞黄腾打 我们年家可真出息啊 秋叶姐姐姐 你真是的 太子怀疑这事是八哥他们干的 叫我派刑部的人去查 你怎么说 我还能怎么说啊 只好答应派人去查呗 在当的时候 同当铺掌柜付签立一张契约 上面清清楚楚写着 除了任不安本人 谁也不能输当 任不安果然老金句话 四哥 我亲自把它赎回来 不行 你去的话必然引人注目 高福儿 打听了没有 那个当铺谁开的 打听了 是八爷的门人开的 这事很麻烦 高福儿 他们认出你了吗 我说是受了任不安的委托 从南边来的 他们应该认不出来 这就好 你先下去吧 是 四爷 十三爷 这事啊 我看 不能再犹豫 咱们得走一招险棋 来来来 屋里说 这边请 这边请 好 大人以后有什么需要的 吩咐一下 典当的直接送过去就是了 好 恕不远送 恕不远送 请请 掌柜的 你可别忘了 下回再看见什么好脆 就先送到我府上来 是 是是是是是 只要隔壳您喜欢 我一定给您留心 好好 您慢走啊 您走好 谢了 来人哪 我瞧是向山西转当树送货来了 快点接影啊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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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货了 下去瞧瞧 快去快去 好嘞 好嘞 夏爷 您这是打哪来 这门倒是不错 像是玉琴 是去年的玉琴 对吧 这位小爷您说的没错 还真是去年的雨前茶 翔子 给这位小爷换新的 小爷 给您换上今年的雨前茶 不就得了吗 掌柜呢 这货看不真 您下来瞅瞅 这位爷是山西人吧 哈哈哈哈 怎么要寄存东西啊 啊 那是山西台越人士 你写开一下 这几箱东西 这左手切 保个叔 那瞪着切哟 这位子 这位爷 您这些东西都是贵府上的 你再撒花了 不是恶富上的还是逆富上的 那这潮珠呢 恶铁的 咱俩 又生不对的 不是 再加的意思是 您把这潮珠当了 令尊上朝了 去衙门了 倘若要挂岂不是没有了吗 老人家 早就国私了 留得也没有曾大佣 这个山西啊 竟这种败独业的主 本地不敢做 跑这儿来做 拿的银子多 又不坏名声 那就不打紧了 这位爷啊 您这几口箱子 准备挡多少银子啊 这位爷 您喝茶 您尝尝这个茶 不仅茶叶芯 就连水都是刚从玉泉山上送来的 味道绝对两样 再闻就不一样 再闻就不一样 在我们那儿 闻人家 嘴掃也得死了两影子 爷 您没听错吧 就您这些东西 也值十万两 咋地不咋了 光这串三户柱子 我爹当年就画了三万两影子 哈哈哈哈 话不是这样说 这一来呢 早年的行事和眼下不同了 二来呢 您这是忌荡 又不是卖祖产不是 过一阵子 您手头活泛了 还得来熟是吧 哎 再多么错 少一个 嘴经瘦头有点劲 过一阵子 坑定要是回来 把拉两影子 不能再扫 四万 六万 五万 再多 小刀一时也拿不出来 五啊 这五啊 饿药鞋饮 复献银 这就给您复献银 收货 都是吃干饭的 天子脚下 守善之躯 你们这帮人 竟在光天化日之下 让人家把四爷府上的东西 都给偷了去 这还了得 我告诉你们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我只给你们一天的时间 把这些东西给我找回来 十三爷 你看四爷丢了这么些东西 一天时间 怎么着 怎么着 是不是 你说 急了点 我告诉你们 只有一天的时间 我只给你们一天的时间 如果破不了岸 你们都给我回家帮孩子去 这 这 咋办呢 这 你看这 快找人 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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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再开 再开 调集刑部 和顺天府的所有差役 全部出动 一定要在一天之内 把四爷府上被盗的东西全给我找回来 一天哪 对 就一天 一天找不回来 你们都回家帮孩子 这 还不快去 四哥 十三爷 赶快 摆酒席吧 今儿就摆酒 好 总不能 你一天就把案子给破了吧 四哥 这破案子的事 你就是外行了 这案子 你要是抓得紧 它就破得快 你要是抓得松 它就破得慢 你要是不抓呢 有些案子 它就永远也破不了 好 王爷 今天 十三爷说 他能够破案 那就一转能破 还是通知厨房 安排酒席要紧 免得到时候客人们来了 又是青菜豆腐 高雄 您来了 您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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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着 这王大人怎么得空出来了 同仁堂的月老板 六臂居的赵二爷 好 能得你们这精神不假在一起 就是 就是 怎么守着前门娄子不吃 一总跑到户哥寺来了 前门大街 我俩脸儿太熟 说话可不方便不是 来来来 今天初次相识 先干了这一杯 这是仙鹿居的金味黄酒 又道是京城三菊黄 清香醉神仙 再加上我们六臂居的小酱菜 就更美不顺眼了 来来来 干一杯 来来来 干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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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二爷 我们一家子最爱您六臂居的糖蒜和酱黄瓜了 顿顿都少不了 那还不方便吧 赵老板一准给您送家里不就得了吗 那是 那是 认识了王大人 是咱们的荣耀 王大人 这一年的酱菜 你就包在我的身上了 那哪成了 谢了 请我领了就是了 这个二位 有个事我想向你们打听一下 最近庸亲王府的东西被盗 据说这东西还在城里 你们说 这东西它能藏到哪呢 我琢磨着这事 可不知对不对 这当铺里头 您最好再找人打听打听 当铺 办得好 去 你带人把万勇当铺给我围了 十三爷 听说那万勇当铺是八夜的门人开的 万一搜不出东西 你烦不烦人啊你 我叫你围你就围 待会我亲自带人去搜 喳 老十三 老十三 我算是扶你了 这办案子 你还真有一套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一天它就是一天 那好 你去搜赃 我去请客 走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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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点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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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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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上来 那 他能一点珠子马迹都不留 当然 安徽 涅斯衙门的人说 那几天 有些操四川口音的人 在那一带出没 是不是四川的土匪干的 哪让那么大股土匪 越省作案的 十四弟 你接着说 安徽省知道这些四川人的来头吗 只是猜测 他们也不敢认定 谁啊 面坑鸟 八爷 四爷来了 四处四敬 谁图得 非色非空 音不成 四哥 四哥 都在这儿啊 起来吧 您是稀客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我啊 刚从太子那儿来 心里闷得慌 听说九地 十地 十四地 都在你这儿 正好有点事啊 想跟你们聊聊 你倒是有 还是没有 没有 没有 确实没有 小的就是吃着豹子胆 也不敢框您十三爷呀 好吧 那我就到库房去查查 十三爷 十三爷 您别 您这一查库房 哄传出去 小的生意可就砸了 您不看僧面看佛面 无论如何也得给八爷留点面子 十三爷 十三爷 这包枣花黄芹茶 最能养胃安匹 你尝尝就知道了 听说你心口痛的毛病又犯了 怎么看气色又不太像啊 老臣四哥惦记着 我这病啊 本来就时好时坏 没什么要紧的 我的处境你知道 最近我既不想当差 也不想见人 借着这个病躲在家里 正好也正经地读几本书 如今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你们大概也都听说了 我这差事啊 也越来越不好伺候了 再这么下去啊 我也学学八弟 索性弄个病养起来 闭门读书 笑话 我雍秦王也不是那么好气的 四哥 你也受气了 岂止受气 苏北遭了灾 我和葵婿他们到处调粮筹款 忙得昏田黑地 临了被人说成是假公祭司 我上的几个条陈 也都给驳回来了 一气之下 我也撂桥子了 很想在家里偷偷闲 谁料更烦心的事又来了 我也是刚知道不久啊 年更要进京述职 今天到家里来看我 说是那个叫什么刘八女的亲犯 从刑部大牢里逃了出去 他奉了一行宫的渣子 到江海镇拿人遇到了抵抗 结果呢 就把那个刘八女的庄子给搅了 连八弟九弟的门人 叫什么人不安的 也一刀给杀了 我听了以后气得不行 人心不古 事风日下呀 这种撒野的奴才 真叫人没法子 十三爷当真进了望运荡坡 当真 怎么告诉八爷呢 没法子 走 扯你娘的蛋 我说你怎么什么事 都往我们皇子身上扯 我告诉你啊 你这事 要再敢往八爷身上扯 看我不打了你的嘴 八爷要是知道这事的话 恐怕要扒你的皮吧 乖乖的拿好钥匙 带我到库房里查赃去 走吧 这 走 走 现在年庚瑶 已经被我关起来了 我今儿来啊 是你四嫂在府上 准备了一桌韭菜 想请你们都过去 一来呢 是让年庚瑶这个奴才 给八弟九弟赔个罪 二来呢 也顺便借这个机会啊 把江夏镇的事问个清楚 既然四哥这么说了 我们要是不去 倒好像真的见怪了 好 那咱们现在就走吧 走 请 快点儿 对着单子 我一样一样的查 顶十三爷 十三爷 十三上的东西一样不差 全在这里 十三爷 小子该死 小子白长了两个眼珠子 竟没有瞧出来 这东西是四爷府上的 小子马上叫人 把这东西送到四爷府上去 说得轻巧 刚才你不是告诉我说 这儿没有四爷的东西吗 怎么 现在还都成了脏物了 来人 在 把所有的人都关到屋里去 撤 走 快走 走 快走 快 快走 快走 还没有 好 哇 好香 看起来四哥今天是真心求我们啊 记得那回他请客 敬上些青菜豆腐什么的 今天还不错 阿弥陀佛 青菜豆腐 豆腐青菜 唯我四弟 体名之苦啊 怎么 还请了三哥 我是不当请之人吗 老师啊 你平时不请我 今儿老四请我 你也不乐意 哪里哪里 我是把三哥一开一口就 紫月 紫月 我都答不上话 多没劲 可没别的意思 紫月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我见你老师 这说鬼话 不就得了 三哥骂我是鬼 酒鬼也是鬼 待会儿你多喝酒 少说话 做个酒鬼吧 好 这鬼啊 我还坐令了 三哥 主帝 坐 请坐吧 太子驾到 老十三啊 那东西还真在你那儿啊 参见太子 起来吧 参见太子 不要脱离 多坐 多坐 坐 坐 好 好 好 太子爷 子爷今儿可有什么喜事啊 竟连太子爷和这么多皇子爷都请来了 老四啊 老四啊 你今儿请的是什么客啊 到底还有谁啊 除了马中堂 就我们几个亲兄弟 马中堂 您请坐吧 来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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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十三爷 您可来了 各府 禀报四爷家 喳 哦 这样 把货谢了 快点 好 上酒 来来来 益朕 隐贞今天既非寿日也无喜庆 为何要请太子爷 诸位兄弟和马中堂去цен markings move glob 我想大家一定会感到很奇怪 来 先干了这杯 再请大家一开眼界 来来来 谢司的一片新鱼 来来来 来 干 干 炫 好好好 看 十三弟 把那四只箱子抬进来 快点 我想大家一定想知道 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我这就告诉诸位 这箱子里装的是 我大清三百多官员的隐私 这几项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万永当铺抄出来的 那么又是谁放在万永当铺的呢 是一个曾在吏部认过主事 后来又在江南 做过巡颜道的姓仁 明不安的人 存放在那里的 说此人是神间俱对 尤为不足啊 我看这个人 简直是我大清的第一个毛贼 他利用自己认户部主事之便 广摄耳目 专一搜罗刺探 文武百官的隐私过世 然后详细记录 以汇编成册 取名为百官行术 其用心 无非是靠这些把柄 挟制百官 小子逞其私欲 予取予夺 大可图谋不轨 犯上作乱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事 不但我大清建国数十年未有 就是纵管历朝始色 也是闻所未闻 太子爷应该即刻下令 将他捉拿归案 名正典型 对 应该捉拿 至罪 马大人请息一份 您可知道 前日安徽报来的江夏镇一案 是怎么回事吗 江夏镇一案 莫非与任不安有关 正是如此 有人 暗中和任不安勾结 想利用百官行术 掀起一场政朝 十三帝主管刑部 得知此事之后 为了不泄露机密 就下了一道手艺 密令进京述职的四川提督年庚瑶 利用上京之机 顺图谱拿 查抄这几项东西 不料 任不安 竟敢勾结淮安营的官兵巨谱 年庚瑶处于无奈 这才将他们一发剿灭 好 乱臣贼子 人人得耳诛之 年庚瑶功劳不小 太子爷在这里 诸位皇兄弟也在这 尚书方刘丑大臣马中堂也在这 来 请你们上前细看 请看 这乡口的封条完好无损 足以证明我和十三弟都没有看过 封条确实未动 老臣可以作证 那就好 十三弟把箱子打开 好 住手 这里的东西 谁都不许看 八弟这话说得透彻 谁想知道这箱子里寄的事情 谁就是想挟制百官图谋不轨 太子爷 是 陈弟的意思是趁我们都在场 当众一把火把它烧了 一来立安百官之心 以免人心浮动影响朝局 二来呢 也避免有人令他乱了朝纲 有礼 有礼 来呀 在 把这箱子抬到院子里烧了 这儿 太子爷 请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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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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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你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二哥 什么怎么回事 我和四哥就是不愿意看着你载翻船了 好 就是怎么回事 好 你和老四倒是忠心耿耿 你们瞒着我派年庚摇到江夏镇 又瞒着我偷偷把百官行书弄走 居然还 靠啊 算我看走了眼 你给我走 你给我走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上折子 咱们赶快给皇阿玛上折子 告他一个撕毁罪证 居心叵测 我也是这个意思 人不安死了 百官行术也被他烧了 这事扯不到咱们身上 正好借着个机会轰他一下 对 这事没这么简单 四哥敢这样做 说明他必定留有后招 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这件事让太子和马其告诉皇阿玛 等我弄清楚背后的实情再说 好 好吧 前几天来取任波安那几口箱子的人 是什么模样 你还记得吗 十七八岁的年纪 个头不高 像是南边人的个头 对了 说话夹着南边的口音 那个前来荡脏物的人 是什么模样 也是十七八岁的年纪 一口的山西强调 个头也不高 也是南边人的长相 可是 你要是再见到他们 能认出来吗 能 就是烧生灰烬 奴才也能认出他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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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啊 来 好 calcul 恒辰啊 你来看看 长得不错 十分饱满 长得这么好 明年总能吃饱饭了吧 我可没有那个指望 但就每顿能有碗西饭吃 也就心满意足了 怎么说 收成好了 东家的租子也加了 交了租子 交了税 剩下这家骨子 最多凑合这吃半年多吧 给 这家人不小啊 出事了 违性部 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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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得了 怎么得了啊 人不安 百官行术 三百多个官的把柄 让人家给攥着了 这么大的事 定真就一把火烧了 事前不请奏 事后不上报 太子 应四 这么多皇子 谁也不吱声 中文 这里面一定有引擎 尘以为将年耕瑶 照到南京一问 这事情就清楚了 传志 严庚瑶生四川巡抚 叫他接旨后 即刻到南京行宫见阵 这